现在我们去切下后台 切后台肯定表示当前的页面隐藏 会执行unhead 我们看一下 然后是先执行了一个我们页面的一个unhead 然后执行了我们入口页的一个unhead 最后一个unhead表示我们的应用进入后台 前面这个unhead表示我们的页面隐藏 这是我们这几个生命周期之间的欢喜 那什么时候会执行我们的ununload呢 ununload呢是在我们的页面返回A 也就是说我们的A页面打开B页面 这个时候呢从B页面返回A页面的时候 表示B页面已经关闭 关闭呢就是说我们的页面卸载嘛 这个时候B页面会执行我们的ununload 然后我们具体的写一个例子 我们去实验一下 然后在这里我们新建一个目录 我们叫detail 同样呢我们新建一个page 也叫detail通明的让我们回车 现在呢可以看我们的配置 自动给我们生成了一个detail的一个文件 我们要在index里面去访问我们的detail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方式 在这里呢我们使用一个navigator 我们给它一个url url是啥呢就是detail 这里写一个page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叫打开箱情页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去点击这个链接 我们在最前面呢输一个杠 表示一个绝对的路径 这样呢我们才能正确的去打开我们的一个新页面 navigator呢 这是我们微信小程序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页面跳转的一个组件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箱情 这样呢可以跳到我们的一个箱情页面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控制态输出 我们把它清掉 现在还不对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去监听我们的unload b页面嘛 b页面的卸载 我们写上卸载detail页面 保存 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箱情页 然后我们清空一下固执台 现在我们返回看一下 返回的话 我们会出发这个日志 这就是我们unload的一个用法 然后我们再整体的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些生命周期啊 我们给我们的detail页面呢 同样的我们去给它写上我们的这些日志 我们叫隐藏 显示 我们叫渲染 这里呢我们给它叫加载 现在呢我们清空一下控制态 我们从我们的一个index页面 我们先打开向前页 首先呢我们会出发什么呢 我们首先会出发我们当前index页面的一个unhead 表示我们的页面隐藏 同时呢会触发我们detail页面 一个unload unshow 然后unready三个生命周期 然后呢我们再返回页面啊 我们清空一下固执台 我们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会触发detail页面的unload的一个生命周期 然后会触发我们index页面的unshow 这些呢就是我们所有生命周期的一个关系 希望同学们呢可以仔细的去思考理解一下 我们大概了解到我们的生命周期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页面布局和样式 我们随便在这里写一个will 我们给它个内容 然后呢我们去添写一个类 类呢我们就叫border 我们的样式呢跟我们的布局和我们平常的web开发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我们给写一个选择器 我们给它一个红色实心的一个边框 然后我们保存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就显示出来了 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不需要去过多的讲解 因为真的跟我们平常的web开发没有太大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像div这种标签呢 我们在这里把它写成了will will呢就是我们小程序的标签的一个规范 微信呢规定我们去这么写 然后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主要讲什么呢 我们主要讲三部分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去罗列一下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绑定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条件判断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渲染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最重要的三个知识点 基本上我们学会这些之后呢 对于微信小程序的一个知识概括 我们大概就会有所了解 我们先看第一个数据绑定 数据绑定呢 我们需要在这里有一个阴密的处置化数据 一个data里面去写上我们的一个变量 我们的变量叫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内蒙 内蒙啊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我们叫张三 然后我们把内蒙这个字段呢 在我们的页面里面去渲染一下 渲染我们怎么渲染呢 我们先把它删掉 在这里我们需要使用两个大括号 然后把我们的编量写在里面 我们保存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张三就已经渲染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数据绑定 那么在我们平常开发中啊 我们的数据肯定不是一个死数据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动态的数据 比如说在我们页面加载之后呢 两秒以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内蒙值变成里四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需要给它写一个定时器 定时器呢 我们给它一个两秒钟的时间 两秒钟之后 让我们的内蒙变成里四 我们需要怎么写呢 这里呢 需要我们用到去改变我们一个数据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this.setData this表示什么 this就表示我们当前配置的一个实例 this是指向配置的 在我们的this上面呢 会有一个setData的方法 setData的方法呢 可以去改变我们Data里面这些变量的一些值 我们具体写一下 它接收的是一个什么呢 它接收的是一个object 这个我们怎么写啊 我们setData 一个对象 对象是什么呢 对象就是我们要get的这个 name name我们把它变成里四 保存 然后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两秒以后 我们等两秒看这里 一二就变成里四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动态保定数据的一个方法 那么什么是条件判断呢 条件判断就是说 我们要判断我们某些内容是否要显示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text 我希望它在我们的页面加载两秒钟以后 才去显示我们当前的这个标签 否则的话我们不显示 我们需要怎么做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Data里面去给它定义一个变量 我们的变量叫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isok 我们给它一个force的值 然后我们去绑定我们的值 我们怎么去绑定呢 我们在这里用wx冒号if 这个命令呢 就是去控制我们的标签是否需要渲染 然后等于一个什么 等于一个我们的花括号 我们的变量要写在我们的花括号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条件判断的一个书写规范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是没有显示的 那么我希望它在两秒之后显示 我们需要把isok 因为force不显示嘛 true肯定就是要显示的 我们在这里 isok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true 然后保存 我们等两秒 编译完成 一二两秒之后 我们的离四就显示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条件判断 然后列表渲染是什么意思呢 列表渲染就是说 我们给它一个数组 或者一个对象 让它想办法去渲染到 我们的页面里面 比如说当前我有一个数组 比如说叫ages 年龄 比如说我们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我们有这么四个值 我们要把这四个值显示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在我们的微信ml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去写呢 我们先把它盖掉 我们可以写test12 然后我们复制几份 13 14 15 然后我们保存 这样的话是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列表的 我们用test标签 因为它是一个行内的元素嘛 我们会显示在一行 我们这里把它改成vill 现在呢 这就是我们一个列表的显示 当然这么写的话 如果我们数据很多的话 我们可能会写的代码很不优雅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一个列表渲染 我们要把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 渲染到我们的一个模块里面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只留一个把其他的删掉 我们同样的使用wx 然后冒号什么呢 在我们gs里面 我们想去做循环怎么做呢 我们用for 这里也是用for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我们的edges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保存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器生成了四条数据 但是四条数据呢 全是12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量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内容是错的 内容怎么办呢 内容我们用item就可以 然后我们保存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输出的是个什么呢 A G E S 把我们的当前这个变量输出来了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变量 写到我们的这个字符串里面的话 小程序会自动把我们的变量解析成字符串 然后来渲染 那我们怎么办 就像wx一幅一样 我们给它一个花固号 这样的话表示当前是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保存 可以看到会输出12 13 14 15 我们的结果就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 item是个什么东西呢 在我们的wx4里面呢 会给我们有一个默认值 item呢 就是我们当前向的变量名的一个默认值 当前 当前变量 的默认值 然后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index 是当前下标的一个默认值 这是我们的两个默认值 如果我不想用item表示 那我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使用wx 冒号 冒号什么呢 for-item等于一个 比如说我们等于age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的item改成age 现在我们的结果输出是一样的 index呢 同理 index我们在后面 比如说后面我们加一个index 我们保存 可以看到0123 这是我们当前index默认的一个下标 如果我们不叫index 我们把它改一下 同样我们需要wx 冒号for-index 等于 等于一个什么呢 ids 现在我们把index换成ids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把我们当前默认的一个index 替换成我们自己自定义的ids 我们输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渲染 这样呢 我们的三个知识点就算讲完了 讲得很简单 但是这些内容呢 可以让我们大概简单的去了解 微信小程序的一个开发 当然呢 这节课讲得很简单 大家可能对微信小程序呢 可能还不是很特别的了解 所以说这节课的目的呢 只是帮大家有一个基础的概念 方便我们之后uniapp的课程呢 不至于大家学的一头雾水 所以呢 这就是这节课的一个目的